大家關心車好意外的消息 日常一名外送丸在上餐的過程當中 現今同市民做路市 不小心跟另外一台叫車發生車輪 造成這名外送丸當設在地 該日期上邀接通報後 隨著派稱救給人車正案 我告訴他在經過地聊後 沒什麼要緊 該日期上邀在訪隊叫人車交通局 現今路線上架在單台救丸 救丸是在總裁發上架狀況 我告訴你現在上架意識性車 並在減上架 沒有兩國衣服役路 叫人玩實際體驗進行鑲口處理集 善往便利地流 該日期上邀表示 並將在家室車輪 也就是騎到到外面時 要隨時注意路空 並減少萬興 不及方位型家室 正是保障主星吉他人生命 才算安全 先想到明該日期待會 好的 為配合嘉義市鐵路高架化 跨越北新路橋段的施工 將於113年7月29日上午9點開始實施交通維持措施 施工工期約需152天 預計將至113年12月27日值 這段期間將有14個不連續工作天 採取夜間封閉路橋方式進行 實施時段將於晚間9點至隔日上午6點 封閉北新路橋 北新路橋夜間封閉期間 請依照指揮人員引導 配合公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或嘉雄路橋通行 此外請特別留意喔 北新路橋跨越橋施工限高3.8公尺 請高度3.8公尺以上的大型車輛配合 依公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或博愛路橋通行 後續跨越三座博愛路橋、垂洋大橋 以及嘉雄路橋之施工方式 也將採取相同模式 敬請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變之處敬請見諒 請聽見 Revel禍 成員 成員 白